疫情影响人人少出门多宰家 这年台湾运动现况会有什么改变 13到22岁跟55岁以上 这两群人的规律运动比例是最高的 55岁以上的规律运动比例甚至可以到五成 大概近年近三五年几乎都是这个现象 专家分析整个年龄层发现每周三次运动人口 次数仍然有不足现象 尤其是高龄长辈 专家是建议多做些激励运动改变运动模式 大概在运动的场地里面反而会建议 我们的运法主要做的是激励练习 那激励练习其实但是这个需要有一些运动的指导 用走路其实基本上它是不太足够的 所以我们才会提醒说未来在政策的拟定 针对这些民法主或者是对这种女性同胞 应该要有一些策略的调整 体育署委托国内大学调查 22个县市13岁以上民众以网络和续话进行 除了首试针对科技运动装置趋势进行调查 这次也发现上班族仍然对运动兴趣缺缺 25到54岁比例却不到25%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上班族提不起劲 体育署表示未来会持续朝企业运动宣导 来增加人口比例 人间卫视蔡英会黄胜泉台北财报报道